我们是台湾环球福音会 欢迎来到国外传道部 微如小树民族再传 北区宣教嘉年华 在领头山庄宣教博览院 展期最后一天4月29号登场 30个拆毁机构共襄胜举 透过摆摊介绍宣教合场 以游戏活动宣教趣味问答 以及异国风味料理 异国服饰体验等 让弟兄姐妹近距离认识宣教机构 以最简单的方式参与 大使命 从这个起点开始 到的上面你自己觉得有感觉的状态 然后来拉拉拉 最后呢 希望你可以为其中一个族群来祷告 希望借着这样的声量的提高 让大家对宣教有更多广度的认识 他跟这个常宣的观念 跟常宣的拆绘 能够有更多认识的时候 事实上教会的事也可以扩得更开 看到的不只是单一教会 而是看到整个国度正在开展 它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与任务的关注 而看到不同的旅行公司 来一起来 分享一些特别的方法 让人们可以参加 特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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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超过150年 基督徒超过79万 台湾教会虽然有4000多间 但至今拆派宣教士却仅有600人 尤其超过75%的教会 没有跨文化宣教的装备课程 当我们宣教用作观摩 学习 探索 然后呢 鼓励一些人 他们继续往常宣的路程上探索 不用担心他可能经费不够 或者经验不足 其实他会一段一段的 按着时间来培养他 教会可以用更宽广的心来看他 因为宣教的路从来不是短期的利益 是非常长期 我们也希望在这条上帝要长远的工作当中 我们也抱持同样的信心 上帝工作必然做成 但我们不要在这时候缺席了 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 宣教博览乐的策展 期盼跨宗派教会一起回应大使命的负担 贵格会宣教团队也在疫情后 加入跨文化短宣 贵格会蛮多教会 我们都同样有宣教的心智 所以每年从贵格会大致上 有大概5到15间的教会 有持续的在做宣教 我们要发动一个类似 很正式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期待跟更多的 宗派跟拆会一起合作 也期待激励贵会的年轻人 他们起来更多努力的在宣教 我会更多的去询问 有关于对于短宣 甚至是对于跨文化宣教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感动 是在做跨文化宣教 而且真的上帝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希望能够呼召 更多的爱主的年轻人 一起前往跨文化的这个合场上面 所以未来会往这个方向去做 宣教博览乐虽然落幕 但跨文化宣教的负担 仍然在台湾教会间不断传递 神性教会与拆会机构将联手 一起让过往传奇的宣教故事 继续发生在未得知名当中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